哈喽大家好,跟大家汇报一个消息啊,就是我前两天把房子卖了,接下来我算是无家可归了 哈哈,跟大家开个玩笑啊,卖房子是真,无家可归是假 因为我还有房车,我这个移动的小家 至于为什么卖老家的房子呢,因为旅行之前我就说过 我这次旅行的目的之一就是想找一个我喜欢的,更适合定居的城市 所以我在老家有两套房子,一套电梯房送给父母住了 还有一套前几天委托父母帮我卖了 现在感觉轻松多了,以后就开着我的小房车,走走天庭 想去哪玩就去哪玩,多好啊 车里有电视,冰箱,洗衣机,洗衣员机,各种家样电器都有 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可以移动的家 虽然我的房车比房子小很多,但是它可以满足我在车里边的一切需求 我觉得这就足够了 无论在哪里生活,家电设施齐全才能提升幸福感 给大家看一下我房车里边的各种家样电器 小风扇,炒锅,暖气,冰箱,洗衣机,垫饭包,空调 我旅行了两年的时间,也在房车里边住了两年的时间 只要车里边的家样电器齐全,旅居生活是很舒服的 今天我是在车里被热醒的 刚起床,叠花被子 究竟有多热给你们看一下车里的温度 33度啊,哇塞 赶紧打开天窗吧 吐吐气 打开车里的电风扇 我这个风扇是可以向里吹的 当风扇用,也可以向外吹当修烟机用 风力还是很强的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露营地吧 露营在菜市场 这边全是车,一会咱们也逛一下 顺便在前面吃个早饭 先在车里边给小小开着风扇 然后我要出去买饭吃 小女士,在待着吧 我现在出去了 房车就停在这 现在去菜市场 我现在在东北的一个小镇上 这个菜市场有一种穿越回80年代的感觉 市场的后面竟然还有个停车场 这些上下两层其实都是商铺 但是现在没有人都在出租 这个市场看着不大 但是里边吃的吃完的用的什么都有 在菜市场打包了一份凉皮 花了八个钱 这份凉皮就当做午饭吧 我吃这个凉皮喜欢多放芝麻酱 他这芝麻酱放太少了 我自己放点吧 咱们小车里边正好有芝麻酱 这不错 加上我自己的芝麻酱 这个凉皮的味道真的要爆炸了 昨天给小小换衣服 发现他好像得皮肤病了 有一块掉毛 看一下 就是这里 不知道怎么了 小小的时候得过皮肤病 差不多三四个月的时候 但是后来治好了 这是又复发了吗 我现在准备带他去重物医院看一看 走小小 回到家这边也太冷了 车里边16度 打开暖气吧 小小的皮肤病现在已经确诊了 应该是狗血或者是真菌之类的 我已经给他买药了 这两天就到了 我现在初步怀疑 他这个皮肤病应该就是 前两天我不是去青岛了吗 把他给寄养到重物店三天 可能是在那边得的 被承染的 还好他不难受 不疼不痒的 没事 过两天药到了 给你喷喷就好了 吃点水果吧 小小 你是病号 我洗手 洗手 然后给你切苹果吃 小小这家伙 古灵精怪的 是个人精 看着小屁股在晃 小尾巴 他知道我要为他吃的 等着吧 咱们俩一起吃西瓜 熊猫的 小小 熊猫的 熊猫的 好了好了 给大家看看 房车里的厨房 是什么样子的 应有尽有啊 咖啡壶都有啊 新买的一个菜板 吃苹果了 小小 咱们怎么分呢 按体重分吧 按体重分的话 我看一下啊 这一块应该是你的 给你吧 来吧 看来小小女士 对按体重分 这个建议有情绪啊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 一会再给你啊 我们小小女士 现在是病号 得多给她切几块 刚把房车停好 这边是营口的 一个海边的 算是度假存吧 海月楼 看这上面的玻璃都碎了 这么大的楼就不开了吗 有点浪费了吧 咱们走进去看一下 大门紧锁 这大楼除了个别的窗户 这个玻璃破损外 看着没什么问题 挺好的呀 每一个房间都配上空调 挺豪华 这边还有注意板凳 这水龙头有水吗 没水的 这个呢 都没水的 这边还有个监控 这里之前应该是个宾馆之类的吧 谁知道这边为什么荒废了 这个窗帘还得在 这边地下室的窗户已经被人打开了 走进看一下 有点害怕呢 我去 不往里走了 黑的害怕 这大楼 占地面积很大呀 很多间房 这估计建造成本没有个一两千万下不来吧 咱们现在再往前走走看 这个墙体都已经坏了 这边还有个圆形大楼 本来想走过去看一下 但是这个路已经被这个杂草给封上了 这一路的荆棘就是一个天然的屏障 看 带刺的 终于走过来了 这里边空空无也 还带猴音呢 再往前走走看 看这里边都是什么 碎玻璃 这边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技术感 可以看到这个度假酒店非常大呀 但是看地下的荒草应该是已经荒废有一段时间了 这一圈都是房子 门都没有了 咱们就不往里走吧 今天把房车录用在海边 车的前边就是一片汪洋大海 这就是我移动的小家 为了这次干海我特意买了个小铲子 看 咱们现在去玩玩沙滩 准备带我们的小小女士去沙滩 今天的海风有点大 我现在要换一件厚的衣服 开房车出来等于就是带着家旅行 衣服不够 随时可以换 非常方便 这边就是我的一个衣柜 然后我这个床下面也可以存放衣服 等于我车上可以放一年四季的衣服 小小女士的衣服虽然没有多 但是她的衣服都在这个我的座椅下面 也是一个储物的地方 她的衣服 她的狗粮都在下面 坐着 好 乖乖待着啊 等我换衣服带你去海滩玩 咱们一起玩沙子 好不好 对吧小小女士 出了吧 今天这个海滩被我包场了 一个人都没有 哇 这大海好吓人呢 我捡到一个大海螺 看这里边像蛇一样的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没有肉了 小小女士在帮我捡海鲜 这边看到一个捕鱼的大船 船的木头都糟了 还能开吗 我看到一遍 你们一定是这个针布 在 这个针布 更像这样的滑鱼